欸!有拍!有拍! 等一下,又要弄一弄拍 會不會好一點? 還不行 BYE!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怎麼可以沒有拍呢? 這件事真的... OK! 是不是可以了? 有沒有人進來? 啊!有人進來了 Hello! 大家好! 不好意思啊! 我很明顯你搞不定 所以到現在才想到 嗨!大家好! 給我幾分鐘... 不!幾秒就行了! 我分享一下 讓大家知道節目開始了 嘻嘻! 我們的一個 十點半鐘... 對不起! 十點鐘Live 是十點左右的生活感受 跟無記電視的六點半左右的生活感受 真的忍不住笑 真的太低了 咦!我怎樣分享一下呢? 啊!我需要電腦啊!不好意思! Hello! 幕後的同事麻煩你給我電腦 麻煩你 OK! 在幕後的同事拿著電腦出來給我分享的時候 我給你們一些東西看好不好?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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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Hello! Hello! Hello!大家好! 等等啊! 等等啊! OK! 小心!小心!不要跌!不要跌! OK! 那麼清晰了是不是? 好!很快就會進入這個主題了 那今天是講Part 2 痛風的Part 2 好嗎? 上集就講了它的成因 跟你平時聽開的有點不同 那你到底要買誰呢? 很簡單的 自己用邏輯分析 自己又試一下 我試一下完全不吃肉 不吃任何動物的組織 但我又喝酒 我又吃很多高糖份的食物 包括我們叫做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即是有高果糖的飲品 我試一下有沒有事 然後我又試一下 我不喝任何有酒精的東西 不喝任何有果糖的東西 但我吃肉 OK? 你看看會怎樣 因為我們上集所述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你身體內的尿酸 三分之一才是來自於食物 三分之二其實是身體自己本身製造的 所以到底你吃的 是否真的有這麼大的影響 還是會像膽固醇一樣 現在推翻了以前的說法 其實你吃的膽固醇 和你身體的血液膽固醇 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會不會其實過了一段時間 又會變成這樣的版本呢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覺得到底哪個版本適合 和你相信哪個東西 自己嘗試是好的 我記得上一集也有些朋友說過 我聽醫生說的 我戒了很多年了 但我戒了之後 又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會戒一份 一陣子 等一陣子 讓我彈出來 我會戒出來 我現在分享 等一陣子 我先分享一下 很快 稍等一陣子 很快 先分享一下 收同感受 等一下 咦 不見了自己 看到 等等 還有我想說 如果 喔 OK 但其實你可以畫了 看silent mode 即是看不到訊息的 應該頭要上一點 但 我的頭怎麼可以上一點 你等我一下 我先試一下 因為 沒有技術的我 是完全不懂得怎樣做 是不是這樣會好一點 嗯 OK 試一下看會否好一點 你們給點意見 OK 好了 我現在分享一下 好一點吧 OK 好 就這樣 以後都選擇這個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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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很快 說一下又發覺 我還沒分享 好 分享 然後又停了 稍後再來個 由頭來個 OK 好 搞定 好了 首先 我想第一時間向大家道歉 道歉的是什麼 就是我之前很長時間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很隨便做的節目 我很隨便做的原因 是因為 不是我lose passion 就是我不想做了這個節目 或者我沒有心做 不是這樣 是因為我真的 就是 應付不了 就是 HK Kilo 小網店 還有 籌備廚房 然後再加上 每天的發貨 同事之間的溝通安排 再加上讀書 生活上其他東西 所以 之前是 有一點力不從心 說真的 有一段很大段時間 節目是做得很差 我自己也覺得很差 是 現在的人說 我想追回你以前的 我常常說 不要聽 不要聽 因為我覺得做得不好 你明白嗎 但是現在開始 我答應你們 我會用心做 做好的節目去 現在開始 會是三集左右 為之一個題目 例如 這次 你見到我們說痛風 上一集 就是說他的成因 跟坊間 你所聽到的 醫生所說的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 醫生是用現今科學的角度 現今醫學的角度 但我們就是用 這個 Functional Diagnostic Medicine 和Nutrition的角度 即是功能醫學 和功能營養學的角度 我現在還在讀很多東西 我是在讀很多東西 你說 未畢業就開始說 因為我心急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東西 所以 大家姑且聽之 我當然沒有能力 也不敢挑戰任何權威 任何醫生 也不是 這個節目要聽之後 就能夠自己治病 並不是 只不過是和大家分享一下資訊 即是把我聽到學到的東西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適合就當笑話 如果適合就繼續聽 上一集我們講的痛風 它的成因 如果是功能醫學的角度 今集會說 除了食藥以外的方法 即是已經有痛風 我如何舒緩我的痛風 我已經有痛風 但我不想再有痛風 我有什麼方法可以預防痛風 又或者我未有痛風 那我要留意到什麼呢 這就是今集會提供的題目 到下一集 我們會做什麼呢 我們會問答題 所以 其實上一集大家的提問 包括來到今集也是 我們會放進下一集 一次過 阿姐你寶丁就會 把大家的提問集中 然後我就會逐個答大家 如果答漏了 大家精密見怪 但我們會盡量集合 所以你們儘管有什麼問題 儘管留言 好嗎 好 第一個道歉 就是之前節目做得很輕鬆的 現在開始我們不會 我先預告 就是痛風說完之後 就會說濕疹 中間會不會有一集 我們會說一些生酮飲食的提問 以及要注意的東西 有機會我似乎實際情況 好嗎 然後第二點要說的就是 哈哈 看到嗎 很快 這個是Keto的Bagel 看到嗎 實際上是兩個一袋 這個是我的特別版 很快就放上HKKeto.com 給大家可以塗牛油、椰子油、鹽油 好吃 這次我們跟餐都有一個 就跟一個武堂的赤梨子醬 這個可以獨立點 你可以塗什麼都可以 Cream cheese、牛油果 Keto的Bagel 我們如前所述 其實尿酸這件事 大家就說痛風是因為尿酸 飄零尿酸 其實身體三分之一才是外來 三分之二是身體自己製造 身體為什麼會製造呢 是因為你的身體需要抗氧化劑 為什麼你的身體會需要抗氧化劑呢 是因為你身體發炎 你身體氧化也很重要 所以它會製造抗氧化劑出來 and again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could be a bad thing 就是說 這件事是好的 但是太多就變不好了 所以 如果你真的問我的話 在一個study 我可以code出來 甚至可以擺出來 因為有些人會問我 你說的話我怎麼相信得過呢 我怎麼知道你說是否真的呢 其實我可以做一些study給大家看 讓大家知道 這個情況是怎樣的 就是hyperuricemia in gout is most commonly the result of relative urate under excretion 其實hyperuricemia 就是痛風的醫學名字 我們這樣說 其實是你的血液裡面 身體裡面的尿酸過高 直接翻譯 就是hyperuricemia in gout 就是痛風的尿酸過高 其實是尿酸排出量不足的結果 我們反過來看 就是不是尿酸令到我們痛風 而是因為排出太少尿酸所以痛風 你聽到那個因果關係 是有少少不同的 就是說有尿酸沒有問題 那你排出來便沒事 那為什麼不排出來呢 所以你看清楚的關係 就是說 並不是因為有尿酸所以痛風 是因為你排不足尿酸所以痛風 所以並不是說我吃有飄零的食物 令到我身體有尿酸就會痛風 如果是這樣 有些人天天大魚大肉 你又不見尿酸又不見他有痛風 有些人就是直一點點 指那麼多都不行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你的排出量的問題 所以我上一集又說一句很差的 就是 其實儒家先生可能對你的尿酸 你的痛風的症狀的幫助 比你的醫生更大 我不是說醫生 我不是抵衛他們說他們幫不了你打針 或者幫不了你康復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 其實如果你天天去做儒家 你的尿酸的積聚反而會減輕 會少了 很簡單 譬如你知道儒家有些類似倒立的 我們稱為inversion 就是反轉個人的動作 那些便會變成你的尿酸 有機會倒轉頭 你明白嗎 不是每天都在腳趾弓那裡 可能大家聽到 嘩 要我倒立那麼多人害怕 我不行的 其實有一些 不是真的要很厲害的才可以做到的 有一種是 你就這樣 晚上臨睡 在床上 將腳這樣動起 這個是臀部 這個是腳板 這樣拍牆 這樣15分鐘 其實你都可以幫助到 那些 我們叫做 血液循環 倒轉頭 還有尿酸有機會倒轉頭 那有機會 我不能夠包生仔 包答應你什麼 因為這個動作 我開張照片 張照片在那部電腦上 現在它有個名字 叫做 Vipadika Dharani Mudra 即是很長的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不是叫 它跟普通的色指不同 它是叫做Mudra 即是手印 但它不是真的一個手印 這是一個很強的養生色指 因為你的腳動起 即是人呈現L字形 這個就是腳板在上面 這是臀部 貼著牆 接著你的人 頭就在那裡 你將血可以倒下來 其實真正在滋養著 譬如腹部 心臟的胃 那些內臟器官 是很好的 對身體很好的 但如果你說 這個很舒服 你甚至會試試 我試試買一部倒立機回來 倒立機 譬如我今天 有一個見一個客人 我發覺他的抱怨 主要都是圍繞住在這一格 譬如他 我不開名 不怕 譬如我脫了頭髮 我的眼眉 好像有點脫皮 然後我的眼睛又蒙 我看又集中不到精神 還有我手臂 然後我就問他 你發覺 全部都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他說 對 全部都是這一格 你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這一格 有人說 手 手明明不是這一格 但你的手 其實是受這一道指揮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了 我另一個客人 又不開名 又在這兩天見 就是 他有一個 腰椎監管突出 做了手術 另外 他長期便秘 我說 你有沒有留意到 都是在同一格的位置不好 他說 對 我說到我自己 我自己 從小到大 都是集中在一個位置 我告訴你 我小時候 試過幾次沒有了聲 讀小學時已經是這樣 不要想著吃煙喝酒店 我沒有那些東西 從小學 沒有了聲 然後 小時候經常是哪裏腺化炎 去到醫生要割 還有 還有 說我耳朵有事 鼻子說要電 後來去到大大廈 20歲的時候 吃了一些東西 裡面有食慾菌 在喉嚨裡 切開喉嚨 我那時候進去聖坡 住了十幾天 消炎藥也沒有用 要打雷固醇才好 然後甲狀腺有事 同一時期的事 然後甲狀腺好回來 食慾菌當然好回來 然後 頸子長期痛 是長期 是永遠都痛的 只有大痛和小痛 它不會有一天是不痛的 但是很奇怪 我這次去到秘魯阿馬遜森林 殺滿的療癒之旅之後 頸子就好回來 從此好回來 連我從出生日夜瘋到的生活習慣 都因為這個旅行而好回來 所以解釋了為什麼 我做討論的時候 大家有心理準備 我會問你 你有沒有宗教信仰 因為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譬如說你信奉主耶穌基督 即是你是基督教的 或者你相信真神阿拉 我就會停了 我就繼續說身體層面的事情 如果你說我不是的 其實我沒有宗教信仰 或者你說我是天主教 即是我是佛教 但是我是開放的 因為你可能聽到這一集節目 你知道我其實會在身心兩邊去著手 因為我想說一句 之前我繼續說廖宣 情緒是在我們的身體 想法是在我們的心 喂喂不要舔 不要舔乖 因為舔乖 不要舔 捉 接著思緒 念頭在我們的腦裏 如果你沒有處理你身體的情緒 它是會令你的身體彎 你要明白這件事 譬如 如果見到一個做討論的時候 如果那個客人 他告訴我一堆情況 我會問他 這段時間之前 你有沒有發生過什麼大件事 例如什麼 例如車禍 例如經歷大家例如失業 離婚 有家人離世 或者受到很大的打擊 因為這些 changes 其實它影響你的情緒 自然就會影響你的身體 所以我現在都很想有一天 我可以在辦公室 我幻想一邊 處理大家的身體上 生同飲食各方面 另一邊是處理大家的心靈上 身心的健康 因為你相信我 兩者是不可分割的 我自己是過來人 我只會覺得 我做了這次的殺滿療癒之後 我這條頸從此沒有再痛過 這很神奇 因為連脊椅都說 這條頸應該都沒得救了 所以這次我覺得是很驚奇的 但在這裏不花太多時間說這件事 那我們繼續說回療酸 好嗎 所以就說 如果你的身體製造多了療酸 好嗎 製造多了療酸 好嗎 其實你把療癒出來便沒事了 但為何你無法排出來 你無法排出來 不是因為你吃得多療酸 記住吃是佔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其實主要是來自於你的身體 好嗎 如果你的身體生產這麼多的療酸 你就要想 好嗎 你的身體其實oxidase很重要 氧化得很重要 這個時候你要做些甚麼 你吃多些菜 你需要多吃很多的深綠色蔬菜 深綠色蔬菜說真的 不難吃到的 因為我叫大家要吃七至十杯 每一天 記得嗎 七至十杯 甚麼是杯 我再說就是拳頭的大小 拳頭大小 你說你的拳頭 我的拳頭不同尺寸 你不用看別人的拳頭 你看著自己的拳頭便可以了 為甚麼你看著自己的拳頭 因為你的比例和你的拳頭有關係 你找一個例如打拳的Mike Tyson 他的拳頭當然大 你不用管他的拳頭 你跟著自己 因為你的身高和身體比例是按你的拳頭的 跟我的沒有關係 吃深綠色蔬菜為甚麼不難呢 舉例如你去茶餐廳 他有油菜 與其是娃娃菜的前職 我們會選芥蘭和蔡芯 芥蘭和蔡芯都是十字花科 十字花科都是抗癌勝手 我會建議大家 你出門的時候 不要叫他放他的油 叫他走油 你就可以自己戴個袋 不好意思 幕後的同事 可否給我那個袋子 Stevia袋 我想展示給大家看 買蜜 甚麼是買蜜 我拿了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裏面有甚麼呢 我給大家看看 我裏面有一條飲管 是玻璃飲管 以後我希望大家出門 跟餐廳說不要飲管 自己帶著一條 我便有不鏽鋼和玻璃飲管 我自己正在用 我遲一步便會放上HK Keto 如果大家未在街上買的話 可以在我這裡選擇 然後我裏面打開 除了很無謂的化妝品 我想遮遮我的化妝品 被大家笑 很無謂的化妝品以外 其實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是甚麼呢 這個大家看到是油 我以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這個油其實是黃黃色的 其實是牛油混植椰子油 沒有味的椰子油 然後這一支 全透明的是MCT油 中年脂肪酸 這支黃黃色的 不過在這裡 這支是甚麼呢 就是Stevia 我現在在HK Keto上也有 不過在街上也買到 但因為它不溶在凍飲裡 所以你買了它回來之後 你開一點熱水 溶了它之後 你便這樣放進瓶裡 因為你外面也買到液體的Stevia 但很貴 小小一支 大一支買五十幾六十元 所以你一勾的都是五十幾六十元 但你可以開到無限支 所以這樣會比較便宜 還有我有一支 我自己放在新生質 方便小小一支 遲些我會推出的 就是噴麵的花水 裡面有77種礦物質 再加花 花水 遲些 現在我自己在用 很棒 好 然後 為甚麼你會帶這些東西出街 因為你要吃蔬菜 蔬菜如果用它的油 我不開名 但我發現 就算很貴的餐廳 即是落樓 閒冷地要千兩二千元 一個人的餐廳 其實它都在用蔬油 為甚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現在很早起床 那我就很早到十一點去到餐廳 坐著準備吃我的午餐 第一餐 但可能我四五點已經起床 但我看到那些人送貨來 那送貨來便看到它是甚麼油 我告訴你 它不是用很漂亮的油 不是說地溝油的問題 而是說那些是氧 即是打了氫氣的油 那些是會令到你的有機會 或者很大機會 或者很多研究指出 會令到你的動物阻塞 就是因為那些油 所以自己帶油 那為甚麼我講一下 尿酸要講油 是因為其實你要吃深綠色蔬菜 深綠色蔬菜裡面一定有magneseum 為甚麼一定有 因為醃綠素 它這麼綠就因為醃綠素 Right? 醃綠素的那個chemical compound 你不相信我 你上網搜尋吧 中間那顆就是magneseum 所以越綠色的菜 就越多的magneseum 而其實有研究指出 身體因為缺少magneseum 或者不夠magneseum 就會長期處於一個 所謂的亞健康狀態 即是AR發炎 總是發炎 那痛風很明顯就是發炎 所以這個時候是想你們提高 那個minerals 即礦物質水平 提高礦物質水平 除了吃深綠色蔬菜 很重要 之外 當然你可以喝骨湯 但那個我容後再講 我先喝一口 你整體的尿酸水平 在甚麼情況下會升呢? 就是你排不到出來才會升 簡單來說 你的浴缸如果沒有塞的話 你開著水後也沒有用 你也不會浸的 你明白我想說 所以就是當你的尿酸排不到出來 它一路水上船高 就是你塞了浴缸 你開著水 忘了關掉 那就會浸出廳 就是這樣 上次也有說 有甚麼會令你身體的尿酸水平一直攀升 就是和痛風和糖尿病 身上代謝病變有直接的關係 就是和血糖的直接關係 血糖受甚麼影響呢? 就是胰島素 那麼胰島素抗性呢 是直接 contribute to hyperuricemia OK 而hyperuricemia induce insulin resistance 兩者是純齒相醫的關係 即是說你有胰島素抗性 你就間接地會有hyperuricemia 即是痛風的別名 醫學名 而間接就是不一定直接有 但是它兩個有很緊密的關係 明白我的意思嗎? 現在又再說 hyperuricemia 即是血液內的尿酸很高 它也會引發或者誘發 或是胰島素抗性 甚麼是胰島素抗性 如果未知的話 我稍微解釋一點 就是你吃了有糖分的東西 胰臟分泌胰島素 但是不夠多 其實正常應該是夠的 但是不夠多 為甚麼不夠多呢? 怎樣叫不夠呢? 因為如果夠的話 血糖水平會回落 但是它沒有回落 它繼續高企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細胞鬥氣了 因為你一向都這麼多 它都習慣了這麼多 你不斷分泌同一個水平的胰島素 它已經按不了它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例如你踏骨追力 即那個概念 就是一向都是這樣的 那我就會越來越高 就是度高一尺 摩高一丈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看看 就是跟那個果糖連帶的時候 就會明白為甚麼 就是你不應該 只是想著說 我不吃動物組織 即我不吃肉類就可以了 好了 我現在做個快總結 你要避開甚麼呢? 去降低你的尿酸水平 第一避開所有 有高脂肪酸水平 即是縮膠的飲品 這是一個不好的例子 我不是針對這間公司 我是說任何這種類型的飲品 裡面都會加了高脂肪酸水平 但我的情況有點不同 因為我是很大的字 寫著沒有糖的 我買回來是沒有糖的 好了 所以這些飲品你要避開 包括你買的瓶裝飲品 我是一個超級環保人 瓶裝飲品我是極度極度反對 好像我上一集 我拿了瓶帶 那個瓶可能跟了我很多個月 甚至一年 你可以煮了之後自己做茶倒下去 你自己做的話 那就加Stevia Stevia Stevia在這邊 Stevia 行不行 如果你在家裡煮 它是不是熱的? 你不需要溶化之後再擠下去 你可以直接加粉末狀下去 它都會溶化 是凍飲才不用 第一個點 你要避開高脂肪酸水平 因為它果糖非常濃縮 如果你要避開高脂肪酸水平 你那天要避開什麼? 你要避開水果 不要再迷信 水果很有益 如果你真的必須要吃水果的話 檸檬、牛油果 那些寶寶生酸的番茄仔 那些都勉強可以 但其他的就不可以了 因為Fructose就是果糖 果糖存在哪裡? 果糖存在在水果裡面 你要明白提支本身 如果你要說回古羅馬時期 希臘時期 提支不是那麼甜 不是巨峰 為什麼會變得那麼甜? 因為消費者喜歡 不斷地改良 改良 改良到那麼甜 到最後 誰會承受這個惡果? 消費者 你真的會因為這樣 而付出代價 所以很多人 一句話很好的 就是 年輕的時候 我們用健康換金錢 到老了 我們用金錢去換健康 其實不需要這樣 你由年輕開始 照顧你的健康 你可以一直拼搏下去 如果你很喜歡做事的話 第二個 要避開 如果你怕尿酸高的話 已經有痛風 或者身邊人有痛風 記下它 或者你怕自己有痛風 家族歷史有的話 第一個 剛才所說的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第二個就是糖 Su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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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ny shape or form 我不管你是白砂糖 黃糖 啡糖 黑糖 紅糖 It doesn't matter Sugar is sugar 即是它怎樣 多漂亮的名字都好 都是糖來的 那麼 我 我不開名字 但是我有做過 Consultation 就是 它說身體有幾個情況 我看回它的log 你記得我說 如果要做Consultation 必須起碼有七天的飲食全紀錄 包括你幾點起床 即是說你吃 睡 嗚 都要知道 都要記錄 時間 形狀 顏色 什麼 喝的什麼 吃的什麼 我都要知道 然後就看到有照 有斜離子 有甘蔗 有甘蔗 我一直在想什麼 但同時在吃豬手 我問你是不是想自殺 其實 你又高糖 又高carbs 你是不是想自殺 還要高脂 因為典型的美國飲食 你看到它們搞食點 你給我剪掉它 然後我就說了一段 Honey Honey is also glucose 進入了你身體 那你說 肝酸和可為什麼不行 肝酸和可鹹 進入了你身體 它都變成了Glucose 你要知道 它進入了你身體 變成了什麼 They all break down into glucose Forget it 好了 第三 就是 有些什麼人 尿酸是會高的 如果他有Kidney dysfunction 即是說 他本身的腎臟功能不存 功能上面是有問題的 都會尿酸高 因為未必能排出 還有些什麼 就是Fasting 即是說你斷食 你問不是吧 你一向都叫我們斷食 你叫我們斷食 為什麼你現在斷食尿酸會高 事實上斷食尿酸是會高 不過 斷食就是有人叫你斷飲 你就喝水 喪飲水 沖它出來 第二件事 我今天會說 就是骨湯的斷食 骨湯的斷食 你想漂亮 如果我舉例 你三天之後 你要做一個婚禮的MC 或者你要去坎 你要做一條很漂亮的裙 這樣 我不會回答你現墨是否OK 因為我任何一個聽眾 有聽開節目都會知道 是否OK 其實我之前已經說過了 聽眾朋友 你想知道一件事是否OK 你用Google帶診 請問我之前 你真的可以問Google 因為Google真的會回答你 如果我會回答 Google更加會回答 你就這樣說 現墨碳水化合物 你知道iPhone是可以錄音打字 Dictation 或者寫 都可以的 現墨碳水化合物 蜜糖碳水化合物 它就會出給你100克裡面 它有多少 我想告訴你 Under 3克你才好吃 任何多過3克 你都可以吃這條心 不要想了 OK 繼續 好了 Fasting是會increase的 會濃縮了 你的Uric Acid 那代不代表你 Poor Internet Connection OK 現在又OK 再說 Ketosis 即Keto Diet In Ketosis 即是生酮狀態的情況下都會 所以我會和你們說七至十杯菜 你明白嗎 因為你知不知道 尿酸 Uric Acid 最怕什麼 它最怕的就是Protessium Protessium Citrate 最怕就是這件事 所以如果聽生酮感受的人 就會知道 我叫你們買一隻鹽 不是我代理的 你不信你真的去檢查 叫做Losalt L-O-S-A-L-T Losalt 不要問哪裏買 你自己問Google 問Google Where to buy 它就會回答你 不要問我 記住 因為我不有空 很忙 你等我好準備下一集節目 好過 Losalt 其實是一個變相的Protessium supplement 很狡猾 我不敢告訴別人 因為你外面買一粒的Protessium supplement 不要想 為什麼 因為美國FDA規定 是99mg 你知不知道99mg 吃一瓶都不夠 因為正常人類 一來是需要4700至4900 如果懷孕婦女 暴雨 在餵母乳 是要再加一千 你吃幾瓶supplement 都不夠 所以你可以用Losalt 甚至你也可以買Protessium citrate的粉 少少 放進去 你的飲品 說真的 各位 如果你們繼續問我 我不是說你們問問題不好 譬如說和Protessium有什麼分別 Starch是什麼 燃蜜可以不可以 蜜糖可以不可以 我的節目真的做不到下去 乖 你不要問這些問題 都是Google Michael Q.Fan說得很好 Google Please 好了 再說就是利尿劑 利尿劑 利尿劑 就是它令你排水的 都會令尿酸升高 怎麼那麼有趣呢 對了 Well It just does 接著就是吃太多肉 所以我講過很多次 就是生酮不是叫你薄老命地吃肉 不是 我們需要是Fat 我們不是要Protein 現在不是Atkins diet 現在是Ketogenic diet Keto diet 我告訴你 是人類本身設計程式的食物方法 生酮 生酮這個狀態 是最理想的健康狀態 都是那一句 我們直立人祖先在舊石器時代 即Paleolithic時代 他們是不是睡醒去吃早餐 不是 他睡醒 他就是下街秀獵 不是下街吃早餐 OK 行不行 所以他一定在用身體裡 夠有儲存下來的reserve脂肪 今時今日我們的脂肪 收起來在腰間、大腿、臀部、手臂等 是因為我們不是有效地用身體的脂肪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是因為卡路里 絕對不是 我找一集很認真地講脂肪的時候 大家就會 You'll be surprised 其實我可以很認真地講脂肪 很認真地講糖 我打算做這件事 我現在來的節目 就會大約三集為之一個 mini series 第一集是講他的成因 第二集是解決方法 第三集是提問 Q&A 好了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痛風的話 你準備好糖果在家裡 然後家裡的鹽就可以用低糖 不是完全取代正常的鹽 你可以兩氷 但低糖果的味道很奇怪 跟正常的鹽不太一樣 但它是很豐富的 所以它會幫助 記住七至十個拳頭 這麼多的菜 是走不掉的 因為菜裏除了Protessium 還有Magnetium 你記住我這麼多集以來 我一直強調我們很需要抗物質 而我們大部份的人 抗物質的吸收都是不足夠的 OK 繼續 你等一會 沒有糖的 我強調沒有糖 再講解救方法 麻煩大家拿紙筆 有幾點 第一個就是Salary Seed Extract 我廚房宜次有Salary Seed 不好意思 幕後的同事你可不可以幫我找一找 在那個架上面 綠色上面的硬硬 捱住右手邊 最上層瓦座的 沒錯 有一個應該寫Salary Seed 西芹子 Do you see it? You see it? 西芹子 Salary Seed 我先講解 找到我找不到 沒辦法 不用擔心 很多地方有得賣 例如大型超市會有 賣印度香料的地方都會有 例如重慶大廈 都會有Salary Seed 因為我一直強調 我不是叫你不要吃動物組織 就是不要吃肉 我是跟你說你吃很多菜 因為菜裡面有很多的Minerals 為什麼Salary Seed 這麼重要呢? 因為西芹子 西芹子有很多研究發現 它是可以減低尿酸在身體裡面的積聚 為什麼呢? 它有什麼幫助呢? 它有超過12種 一大堆的抗氧化劑 找不到 抗氧化劑就是保護你的細胞不被氧化 如果你看到上一集 你就會明白聯繫關係在哪裡 如果你的細胞不太氧化的話 你的身體不需要製造這麼多尿酸 因為它也是抗氧化劑 它不可以說我不是很氧化 那我就不需要那麼多抗氧化劑 尿酸就不需要製造這麼多 它就會放它走 它裡面有一樣東西叫Phenolic Acid 有幾種的 還有有些flavonoids Crisotin 那這就是什麼呢? 那些名字 什麼是這麼奇怪的? 其實它就是會… 如果你的關節有發炎的狀態 不論是痛風還是一般的關節炎 腎、肝、皮膚的發炎狀態 包括IBS、腸道不適、尿道鹽 那些它都有幫助的 簡單來說 剛才我講過一堆關節炎 痛風、皮膚問題、肝、肝、發炎 我試過腎的炎痛到趴在那裡 腸道發炎、魚肢等等、尿道發炎 你喝西芹汁也是幫助你的 西芹汁很簡單 自己炸 非常簡單 你盡量不要買補充 但如果你真的沒辦法 譬如說我家是沒有廚房的 所以我沒辦法買到西芹汁 而且我覺得街上的檔炸的西芹汁很髒 你沒辦法真的要吃 那你就吃補充 但我盡量不建議 但如果西芹的補充 我勉強都覺得OK 因為為什麼呢? 它是食物 食物抽出的 因為你不相信 有多少的維他命C 其實不是真的維他命C 是石油庫產品 然後 鈣 其實是石灰粉 你聽聽你會暈倒 OK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補充 你必須確實是食物來源 你必須確實是食物來源 我開保證 和你答應 你們如果有吃Keto Pack Keto Pack 裡面那些全部都是食物來源 是食物抽取出來的 OK 西芹汁 你不要混合 混合即是打爛 攪拌 不是 這是要炸的 西芹汁是要炸的 即是要壓所有纖維 只要喝水 如果你真的痛風發作 那幾天 已癌癌痛 即是死的時候 你可以做的是 西芹汁當水喝 留這件事 因為它同時降血壓 所以你降空下 你看到頭暈 你就不要再喝了 OK 這件事要提一提你 好了 第二個 其實我不是很想提 我也不是很想說 但迫著要說 因為這個的確有研究 有研究出來 是說是有用的 就是Black Cherry Juice 就是車梨子 有一份叫做 Arthritis Arrhythmism Published在這份 即是一個Journal 有一個study published在裏面 是有633個individual 是有痛風 即是633個痛風症的病人 他們兩天裡 就喝了這些Cherry Extract OK 就用這個Cherry Extract Treatment 去給這六百幾個人 633個 就發覺有35% 是少了這個痛風的attacks OK 我想說 其實如果配合一種藥物 這個當然一般人沒有access to 叫Alopurinol 是一個藥 就是痛風的藥 如果你本質有痛風的話 你可能已經知道 Alopurinol 再加上Cherry Extract 或Cherry Juice 可以降低75% 所以很大 你問我 如果真的痛風 咦咦咦痛到死 那你就喝車梨子汁 車梨子汁有得賣的 我知道有個德國牌子有的 糖分都高 但你不要這樣喝了 即是痛風發作的時候 你可以用西芹汁開氣 車梨子汁去喝 再加上 如果你本身在吃藥的話 OK It will do wonders 即是你會很快 哇 沒事了 走得走得走 這樣 都是那句 如果你有痛風的歷史 以前發作過的話 拍檔當做瑜伽 說真的 不要說什麼 瑜伽這麼女性的運動 我一點都不女性 我發了一段影片 一堆大隻佬之後 試做瑜伽 他們全部做不到 好笑的 其實是很挑戰的 還有瑜伽有很多種 試一下 如果是痛風的人 我會建議你做陰 陰瑜伽 因為他主要是對遠組織有關的 不是練力 他主要是幫你柔軟你的關節 筋 所以推薦做陰瑜伽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我有一個自己的工作室 的時候 我都會在上面教 因為如果那些人 真的要問我Qualification 的話 我是一個500的瑜伽先生 我是200個小時的哈佛 和300個小時的Yoga Therapy Yoga Therapy 就是用瑜伽去治療 去幫人 另外就是哈佛的 叫做Global Health Delivery Global Health Care Delivery 就是世界各地的人 面對不同的宗教信仰 飲食習慣 氣候 環境因素 經濟條件 政治因素 如是等等 他會遇到不同的Health Challenge 我們怎樣去因應不同的情況 去給不同的Ramity Intervention 我們叫做 OK 這個也是我有一個Qualification 另外就讀 Primal 即是史前人類的飲食習慣和營養 另外就是Functional Diagnostic Medicine 和Nutrition 另外還有 可能這些大家覺得不是scientific 但是就是Sharmanism 即是煞滿的治療 水晶的治療 陰叉 縱撥 如是等等 The list just goes on 所以沒有什麼時間 就是原因在這裏 我們繼續說 又說回車尼子汁 車尼子汁其實和西近汁相當接近 某一方面 就是它都會降低發炎 which is good 以及減少尿酸的積聚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剛才所說的 是西近汁為主 可能七成是西近汁 三成是車尼子汁 車尼子汁 如果你買到母糖 買母糖 如果找到車尼子的extract 即母糖 as in supplement form 這個情況下 我會推薦 因為為什麼呢 它抽走所有的糖 它保持著裡面的active compound 即它的feto nutrients 直化素 絕對去得過 值得吃 如果你有痛風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你要看清楚 有些是你不需要吃的supplement 就不好吃 例如魚油丸 遲少我來講 魚油丸 是highly oxidated 即是分分鐘你吃了 會比毒氧 因為已經氧化到 趴在那裡 有些人說 不是 它全面密封了 不會受氧氣氧化 我當你不是氧氣氧化 光線 你很肯定它 沒有受到任何光害 令它氧化 不肯定是嗎 第三 我可以告訴你 這件事一定是無法接受我的 是溫動 你肯定它是由廠 製造魚油丸 到你收到回家 它全程行溫 還要是冷凍 你是否無法接受我 不是 我可以告訴你 你的東西已經氧化了 氧化了 你吃進身體 害你 比幫你更多 所以為什麼要吃魚 而不是吃魚油丸的原因 都是那句 大家聽過 地中海的人長命 不是因為他吃魚油丸 而是因為他吃魚 所以 你要吃製造 你要選對 譬如我們說 你Black Cherry Juice 你知道它裡面的Feto Nutrients 它的直化素 是對痛風很有幫助 它降低尿酸 降低你的 尿酸積聚 降低你的發炎狀況 非常有效 非常好 但你又不要它那麼多糖 你明白嗎 所以如果有一個Supplement 是避免了它的糖 只是保留它的直化素 所以 by all means go for it 一定要吃 但是要找 我也會試試找 看看有沒有 如果我找到 我到時通知大家 好嗎 好 那就 再講下一個 有一個叫做Nuttles Nuttles 我不太肯定中文叫什麼 Nuttles 是一個很強的 Anti-inflammatory 的 Feto Nutrient OK Jimmy Saymore Mediterranean populations do not eat a ketogenic diet 你會發現他們做的事 對於是 因為他們做了24小時 每個星期做一次 而且他們沒有吃糖 沒有Dessert 可能一個星期有一次的甜品 在什麼情況下 就是去完Church 日常就是沒有 你不用了 Asimaholtra Google up on Dr. Asimaholtra 還有你看多些 譬如說 Dr. Stephen Finney 他認識Ancel Keys Ancel Keys 想推翻自己的飲食金字塔 Dr. Stephen Finney 拿著那份東西 走了去找 New England Journal 已經不肯登了 你自己 instead of 問我拿Citation 某些我可以提供出來的 因為要給錢買 但你自己 其實你可以Google 你可以找到 好了 再說 Nattles 它在地中的地方 用得很多 你現在要Citation 我正在說 就是 在Toxicology Applied Pharmacology 裡面有登過 一個review 是關於 commonly used herbal remedies 包括Nattles Nattles Nattles 是一個很強的 Anti-inflammatory 的食物 Nattles 你可以當成茶 喝的 Nattles 中文叫什麼 Let me try OK Nattles 我試一下搜尋 Nattles 好像是沉麻 I'm not too sure Let me try search 我先去搜尋 等等 對 沉麻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買沉麻回來 如果有痛風 買回來沖茶喝 我想沉麻有茶包 I heard one N-E-T-T-L-E N-E-T-T-L-E Nattles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是 酸 不是酸 sorry 苦苦的 苦苦的 還有它 還有什麼 Dandelion Dandelion 即蒲公英 非常抱歉 就是 小店 HK Keto 蒲公英暫時受慶了 因為蒲公英對肝很好 它也是幫助肝臟排毒 還有就是 剛才也提到 剛剛開始想說 它對這個痛風也很好 但是這個就是 你又可以喝 你也可以用來做冠腸 即蒲公英 尤其如果肝臟不好 譬如有脂肪肝 或者曾經試過有肝炎的朋友 用來沖水喝 即是當作茶 代替用保理 或者是 那些叫什麼 Eargray 你可以用一些茶葉 即試一下 有一個聽眾 他非常之 非常之 充滿惡意 我就已經 停了它 因為它令到我都很分心 不好意思 另外就是 酵素 要提提各位 要留意 酵素 市面上買到的 因為它想 好味一點 所以它加了很多糖分 日本也是這樣 西方也是這樣 穩妙一點 可能自己做 又或者是 你買一些 這個時候也是那句 supplement是OK 為什麼呢 食品提取的 譬如 有一個叫做Bromelaine Bromelaine 就是在菠蘿的心臟 裡面抽出來的 Bromelaine 這個是對降低尿酸和發炎 你記住 其實降低尿酸同時都等於降低發炎 因為它們通常都是一起的 如果你吃這些酵素 加上你 我們叫做 剛才提到的 比如說西筋子、西筋汁、車尼紫 這些 都可以將它 進入你的GALT Treatment Diet 如果我做Consultation 遇到客人有痛風的話 我會寫給他 比如說 一個星期 可能有一天 我要求他會吃這些東西 即是一個Deep Cleansing 會開一些Supplement給他 是剛才說的 之餘會有一些 可能說 你那天幾點做冠場 冠完場之後 你會吃什麼東西 希望一個星期 有一天 是一個深層的清洗 另外一個就是Megnesium Megnesium是一個鹼性的Mineral 鹼性的Mineral 有酸症和鹼性 鹼性的Mineral 它可以減少尿酸的積聚 還有也有研究 顯示Megnesium對痛風 是一個很有效的Treatment 尤其是急症 突然間很痛的那些 可能你需要多些時間去Treat它 如果你是急快來快走的那些 你增加Megnesium 就很快看到效果 Megnesium 不需要太擔心 你不是說我一定要吃Supplement 你可以塗Megnesium有的 有一些一支支的Megnesium Oil 你可以當洗完涼 塗乳液 塗乳液 塗在身體裡 皮膚會吸收 所以說到這個位置 我想提一件事 我希望愛我的聽眾 你們可以幫我 就是由現在開始 不要再用鹼液 洗喉水 一些膠浸妝的清潔用品 盡可能幫我用鹼 用手工鹼 其實不要有印象 覺得手工鹼 即鹼一定很乾 其實漂亮的鹼 例如敘利亞的鹼 以色列的鹼 我可以選擇幾個品牌 例如Gamilla Secrets 是以色列的 然後敘利亞 有些很漂亮的鹼 Hi Keldora Hello 這些鹼是不會乾的 是對皮膚非常之好的 而這些鹼 因為它是純天然 就變成你日常 不會透過皮膚吸收了很多 你不要的毒素 你要知道 你的皮膚是最大的器官 其實不是你的腦 不是你的肺 是你的皮膚 是你的皮膚 是最大的器官 而因為我們的皮膚 是有毛孔的 是吸收的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一提 我說如果有痛風的話 要補充McNesium 補充McNesium 除了吃深綠色蔬菜 因為深綠色來自於葉綠素 葉綠素的中間就是McNesium 所以深綠色蔬菜就有很多McNesium 之餘除了吃深綠色蔬菜 其實你可以塗 因為有McNesium Oil 其實它很有趣 它不是油 它其實是McNesium的一種mineral 溶在水裡 溶在liquid裡 就塗 皮膚就會吸收 你身體裡面的McNesium的level 就會變高 所以如果尤其有痛風的人 你那些McNesium Oil 你可以塗進去 你會發的腳趾膏 以及大的關節 你洗完澡 塗身 洗頭也有選擇 有的 洗頭、洗澡、洗臉 都用手工選擇 你找一個你信得過的Source 甚至自己做也可以 因為你自己做這裡 用到最漂亮的東西 而且你可以加很多很漂亮的精油 可以加進去 請做這個 因為是很好的 它裡面全部都是天然的 譬如是椰子油、橄欖油、阿根油 你想再潤一點 其實是動物油脂 譬如是牛的脂肪、羊的脂肪、羊奶等 譬如濕疹用燕麥鹼 這樣的目的除了是漂亮的 皮膚滑滑 而是你減少肝臟 會透過皮膚吸收很多毒素 所以希望大家慎重考慮這件事 我可能遲些找到我覺得好的手工選擇 自己做也可以 找到朋友會做的 做給你也可以 總之就是用鹼 不要用外面的藥物的東西 好嗎 講完痛風 就是酒精盡量減少也減少 糖 尤其是高果糖的那種Corn syrup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Grain 即是菊蜜 因為菊蜜入了你身體裡 也是變回糖 然後就是傳統滯養方式的肉類 為什麼我說傳統滯養方式的肉類 因為我們現在吃的肉類 絕大部分都是餵牠們吃菊蜜 菊字不是草字 而菊字的肉本身就是動物都在發炎 你吃了牠們就繼續發炎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盡量找到草字 如果你可以用剛才的方法 很大機會很短時間就可以完成了 如果我說你真是痛風發作期間 我會推薦你做些什麼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 不斷炸西芹汁 不要炸定一炸放雪櫃 是炸出來之後 七成西芹汁加兩至三成的車利子汁 你可以買德國牌子 我只會忘記名字 總之我記得有 或者你找到車利子的製品 是沒有糖的 完美的 然後就當水喝 吃很多深綠色的蔬菜 吃很多高鮑菇 和馬鈴薑的 例如牛油果 椰子油抗炎 吃沙文魚 這些都會幫助 另外就是吃魚 因為魚Omega-3 對抗發炎 喝很多水 去沖走那些尿酸 這段時間狂喝骨湯 狂喝 因為上一集都有提過 其實骨湯裡面 那些amino acids Glycine 是會幫助溶解尿酸的 還有骨湯裡面有很多Protessium Protessium和McMensium 都是處理尿酸痛風的症狀 還有骨湯裡面 對提高身體的免疫功能很有幫助 所以這些都是你可以考慮的 好了 就跟大家講一下骨湯怎麼做 好嗎 好了 骨湯第一 要有心為準備 要熬很長時間 我們講長度怎樣 如果是魚的話 小的骨 魚的話 我們起碼要熬24小時 因為熬的時間越長 它的礦物質的釋放會越多 好了 如果是魚的話 可能是36小時 如果你說豬牛的話 即大筒骨 其實是更好的 大筒骨 因為裡面的骨水流出來 很棒 最保養 因為是膽固醇 而且會令你製造很多sex hormone 馬上變回年輕 如果這些的話 就需要再長一點 可能四十多 可能去到六十 我HK Kilo 我們自己賣的骨湯是熬六十個小時 但還是那句 不是事必要你幫助我 千萬不要這樣誤會 你可以自己熬的 自己熬的話 就是怎樣 就是 你找一個真空熬也可以 壓力熬也可以 明火不建議 因為你不可能看到那麼久的火 你煤氣肺會殺死人 很恐怖 所以你就用一個煲 你用椰子油 因為椰子油 它飽和脂肪有92% 是最穩定的 即它高溫之下 也不會怎樣變 你淋一些椰子油下去 再提多一點點 說的椰子油的好處 說幾句 我找一集專題說的椰子油 為什麼飽和脂肪高是好呢 因為飽和脂肪是對抗發炎的勝手 我最近有一個濕疹很嚴重的案件 他本身是個英俊 很可憐 但爆得整個臉腫得豬頭 紅得很厲害 他本來臉瘦瘦 腫了 還硬了 說不出話 吃不出話 因為是很硬 裂了 還說笑 好像南美洲地圖 嘴上有裂 流血 痛到 有幾天流膿 但他很乖 聽話 我跟他說 我叫他骨湯斷食 除了喝骨湯之外 什麼都不好吃 喝完骨湯之後 就吃製品 我給了幾款製品 不外乎是什麼 是一種很特別的黃薑製品 裡面有一個很高的薑黃素的含量 有一隻是變化了的蒜頭 還有一些苦的植物 譬如蒲公英 剛才說的Nettle 那幾樣東西 還有礦物質 還有幫他做一些很恐怖的飲料 一杯椰子油 裡面擠了檸檬汁 然後再加了幾樣東西 拌勻打了之後 早晚喝 但很好地 兩天就已經退光了 而且那塊地圖已經脫皮 脫皮 脫脫 臉縮變回正常 很有效果 所以我接下來下一個主題 會說濕疹 骨湯 我們繼續說 椰子油 92%是飽和脂肪 對抗發炎的聖手 第二件事 因為椰子油本身是抗菌 抗菌消炎 如果英文是Antiviral 即是過濾性病毒 Antibacterial Bacteria Bacteria 即是細菌 然後Antifungal 即是發毛的菌 所以很好的食物 我常說煮食最好用的食物 辣燒了鑊後 先加胡椒粉 再加黃薑粉 如果你本身瘦猛 你就可以加紅蘿蔔 洋蔥 西芹 如果你本身不是瘦猛猛 還想瘦些的話 就只加西芹好了 因為洋蔥和紅蘿蔔 糖分都高 然後骨 如果有焗爐 就先焗了它 焗了它之後 放下去 再侵熱水 再加醋 然後就煮 如果壓力煮的話 它99分鐘為之一個週期 你就視乎我剛才所說 譬如24個小時 你就可以煮4個小時 99分鐘 可能禁三次 四次 就是魚 雞就會禁多些 如果真空煮就是你滾 滾完之後 放進真空煮裡 幾個小時後 又拿出來 又滾一次 再放下去 來回就要幾天 什麼叫做成功了呢 就是到時候出來 會發現它變得 顏色會變得很濃 很稠身 然後你放涼了它 放進雪櫃 它會變成啫喱 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指示 就是它的collagen 還有它的gelatin 已經全面釋出 全面流出了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條件許可 你可以煮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煮到 那麼長時間的話 你可以上 www.hkkilo.com 幫襯下小店 我們那些是60小時 唇椰之油 加剛才的說法 還有我們有加大量的 昆布 即是海帶下去煮 等有更多的礦物質 OK 那喝法的話 如果你是骨湯斷殖期間 就是全日 只喝骨湯 其實沒有限制你喝多少 老實說 如果你是 譬如說你是痛風 那就是喪飲骨湯 喝西芹汁加車梨子汁 然後再吃 剛才所說的 Netto的茶 喝Netto的茶 蒲高櫻茶 如果你不斷吃的話 你可以加些魚 譬如沙甸 沙文魚 清魚 主要你要有些Omega-3 很豐富 抗氧化 和消炎的食物 如果你平時不是發作的時候 你可以隨餐喝骨湯 還有久不久喝西芹汁 蒲高櫻又當一下茶 Netto 即沉麻又當一下茶這樣喝 那就不需要很密集 你也可以吃紅肉也沒有問題 但是都是那句 你要留意你吃很多紅肉 甚至吃內臟也不是問題 關鍵就是你要確定排出來就可以 排不排出來 就是受酒精和果糖影響 所以你要留意這件事 好嗎 今集就講到這裡 大家有些什麼問題 儘管留言 我們會下一集回答大家的問題 包括跟尿酸無關 例如有一個蹄狀 我看到她說 為什麼我吃牛油也會頭痛 那些我們都會在裡面講解一下 我未必全部都有答案 但我會做一下尿酸 問一下我的先生 希望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覆 好嗎 拜拜